兩黨的候選人的民調有這麼接近 這個代表就是說 這個選戰在將來的六十幾天 將會打得非常非常的激烈 是一個威權威序的政黨 他還有很多看不見的力量 在幫助這個政黨 在控制這個國家 中國在很多很多的方面 正在幫助國民黨 打這個戰爭 好 我們看到蔡英文說的是語重心長 確實他們 國民黨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 使用了相當多的力量 在控制我們人民 在控制我們國家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那是最初前的保守而已 現在中國加入戰局之後 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來 我們請兩岸專家郭委員 其實他們要連戰說一宗憲法 剛好否定嘛 他們就說不同不獨不武 一宗憲法就是國民黨的立場 都在這樣黑白片 說我們這個是不同不獨不武 他跟連戰就講不一樣 事實上上個禮拜 人民大會在中國 蔣敏坤 他們在開台商大會 王岐山親自出席 副中立 當場就承諾 說機票會盡量協助 對 就表示要動完 台商回來倒撇了 這個動作已經開始了 那接下來我估計 他會做幾個事 因為今天其實胡錦濤 對於和平協議沒有回應 他基本上不想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又九二共識 他就直接講下去了 所以黑手我相信中國 但是都沒有說各自表述 他只講九二共識喔 他剛才要用九二共識來練ECFA 他就是 黑手國民黨一定用打這幾個牌 說只要是蔡英文當選 十六項協議就沒回了 國民黨絕對打這幾個牌 經濟恐嚇牌 中國可能會對著講 只要沒有九二共識 就沒有談判的基礎 大佬是這種話 一定會透過很多管道去共和 譬如私募議員就說 民進黨黨戰 民進黨黨戰略不去 類似這樣 他一定會這樣做 所以我是覺得未來 未來我們看到 我覺得他會打經濟恐嚇牌 另外就是他 挹注很多資源 來幫助中國所有的台上等的投票 目前看得到的 當然 不排除到最後 如果媽媽要求 要打和平協議 那中國是不是會 放一些善意 說他可以撤部分飛彈 這都有可能 所以民進黨要很很強 其實小英 他已經預告了 這個一定會發生 因為中國真的很煩惱 蔡英文動算 但是他就真的 就不動算了 明天再倒閉 他就動算了 好 這個經濟恐嚇牌的部分 根據你的觀察 你覺得效果大不大 這個效果是這樣 因為ECFA 說實在是 因為我們的GDP 並沒有反應在人均所得 我們的薪資已經12年沒有成長 事實上 我們GDP成長了10% 這標記是什麼 企業賺的錢 大家都沒有本到 甚至最近幾年都是海外生產 連就業都沒有 所以實際上 當然你可以打這個 因為賣英雄都沒有政績 他怎麼說 都說三通到那些 不然他就沒有政績 就像那些米酒而已 都沒有政績 所以他只好多打這個 所以他都用恐嚇牌 就說 你如果沒有 他就坐回人家很麻煩 三通很麻煩 不然就說 那可怕 那政績都沒有了 薑水就沒有了 類似這樣 可是這個是相對的 就是說你是覺得說 大家如果 接受中國 從今年開始來介入選舉 這次如果他成功 他每次都這樣算 你願意接受這樣的命運嗎 這就是另外一方面 這種效應一定會出來 而且我們所有的人民 在這些16項協議裡面 沒有得到好處的人 是不是多數 搞不好是多數 所以其實他如果真的 硬要這樣打 兩個效果就會出來 第一個就是 相對上沒有得到好處的人 都在這邊來 第二就是 你要讓中國從此都介入 台灣的選舉 來做最後的決定者嗎 這樣我們台灣還是國家嗎 嗯